我问一下这个车在哪买的 这个车您是在我们海口用 就是我们鸿蒙自行交付中心这个交付的 我这个车是在 我现在重复一遍 我这个车是在五月广场的华为手机店订的车 是吧 我不认识你们何群 我不认识你承诺 我看的是华为的民主品牌 是吧 我选择华为车 我心心愿愿选了三年的车 我跟你说 我选了三年 我不是因为谁 是因为我有民族情节 是因为孟晚舟从那个飞机穿空去 下来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国产品牌 知道了吗 并不是你们个人行为 现在我买了这辆车 咱能买的 在五月广场订的华为 在你的华为交付中心 取的车 是吧 对 在我这里取的车 取的车 没管 是不是在你这交的没管 在五月的这个出现田店 就是看到车交的 在现在 这个车二次喷过期 二次喷过期以后 它就是事故车 那么事故车 你们作为销售方 有没有提前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你是他不是事故车 告别告诉我 没告诉我 没告诉我 是不是 你不要说你的 什么官方的东西 不要跟我排 告没告诉我 是我没有告诉我 没有告诉我 你们就欺骗我 欺诈行为 我想跟您说一下 我们要不发工厂内房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不准备 我们还说太多 我要扯这些没有用到 怎么梳理 都没告诉我 呃 建内的话 昨天就是跟女士 有同三个方案 我们不许说吗 不许说 因为女士说 我刚刚才翻案了 我知道 你这是打发方案来的 我知道 就是说 昨天就说 我告诉你一个说 你不处理好 今天是停两人来说 过两天 好像停满车这里 你是不是 整个车都堵满了 是这样子的 我都可以做到 你不给他马上梳理话 我这停满车 昨天你已经跟女士说 这怎么是打发的 同志们 我给来说一下 他给我们官发出 喷过漆的车 我不知道 到现在没有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喷 怎么喷的 喷过漆的车 给我三千块钱 打发我 打发要饭的呢 不是 女士是这样子的 你打发要饭的呢 工厂 你不用说了 来我讲讲 这个过程了 真的不要扯工厂 你现在既然能代表华为 你现在是在抹杀华为 你现在所说的算华为 知道吗 三千是怎么给出来的 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的心里有口味 人情关怀 他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三天一直都是我 就是你跟我对接 我就是对接 就是我们的这个 齐瑞工厂 还有这个代表军那边 喷气之后 这种交付标准 这个根本就没有达到新春的交付标准 我们在这头部里面 一个刷车工看出来 他喷过鸡了 你们的人员都这么傻逼吗 你逼得我说是报出口 你们代表的老华为吗 什么标准 怎么检测的 眼睛都瞎了吗 这么明显 还标准呢 把你们交付的男孩来叫 我问他 当时我说得很清楚 我交付的时候 我说你们作为专业人员 你们都检查得清清楚楚了 我还有啥个检测的 外管扫业 没有明显划痕 算了 原话 这么相信你们华为 华为你这么对我 这是提法吗 因为你说他是这样子的 就是昨天我们也跟工厂 不要谈你们工厂 你这不你老说工厂 我们买都跟你买的工厂 是你跟工厂买的 是我们跟你没关 你说工厂竹筋坑 你这个交付标准 没有达到交付标准 那你车身有明显的 有这个意义 一火烧 一火烧 华为 华为知道吗 TDI标准 是不是你们人就这么做 TDI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都不需要看 车掉了古路都不用看 对吗 是我们都有检查的 就是 你怎么检查的了 所有的人发现 你怎么检查的了 你们怎么检查的了 这么大的欺骗 你们没看见 真的 我跟你说 车辆 来 这么的白花花的 来 所有人看过来 能不能看见这个白花花 肉眼可见的 瑕疵 你告诉我 和表嘴 你查不出来 是你们专业有问题吗 我想跟您说一下 就是 车辆它收场完 是要在最终检查的结果 这个车辆 不要车上面起来 咱不会出去 我干什么呀 他们的 法条我们都知道 最高法院上 实情案例上 说得很清楚 我消费者 恶事军警 你们作为专业房 不要拿法条来跟我说话 我觉得了 我作为消费者 能看见的东西 你们就理应看见 你就理应告诉我 现在你不告诉我 你们就击杀 不是 我表达了 不要跟我说 你说的没有用 你说 如果你说好许世界是你的了 华为训练的天下是你的了 我是想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 你们也 这都什么啥样了 这七都在这啥样了 你们都高死了 不要 打磨 你别说是打磨 怎么的呀 七货 七货外来人 大海南吗 你们就是七货外来人 带海南 给我三千块钱 我们三年前来到海南 信心念念 买车买房 来这么介绍海南来了 你为什么给海南 这样不这么招配 你知道吗 海南江湖知道吗 就是 都出场了 谁打电话 给12345喝 那个消息 谁打 是真问题的 就是 我们俩说了 你这车五楼挂 已经不出三天了 我忍得让人会忍用人 这天了 我都听你说 车五楼的话 说来说就有啥不说的 你现在跟厂家买的 进来的东西 你们不知道 就像我们跟商场买东西一样 商场进的这颗饮料 我喝坏肚子了 我能找找厂家去吗 我们上哪找厂家去 对不对 我们跟你这买的 你检查不出来 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跟你这买的东西 你不要说你的行业标准 最高法院的这个案例 指示大家怎么做的 我已经查到了 我们历史已经谈 都给我了 你们作为汽车销售房 是专业人员 我作为消费者 是弱势群体 不能拿着你们的行业标准 来欺负我这个弱势群体 我作为一个傻子 我他妈都看出来 这个位置 喷过漆了 这么多问题 你现在告诉我 你们没看出来 你们听我还傻 你们代表了华为 华为雇了这么多人吗 是的 你是 我们是什么样的员工 我们这个验证确实是 不要说的一些 你不要顺你的标准 不要顺你的标准了 我们多眼看的 而且那个小男孩那来 让他注意一下来 我跟他说一下 问他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现在找你吗